各位早晨 很多謝各方的朋友來支持這次的活動 我們因為時間都很緊密 節目很充滿 很豐富 我們事不宜遲開始今天我們的活動 總人再次歡迎大家來到 香港理工大學蔣振劇院 出席由任建輝研究計劃主辦 北京師範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書院 中國文化研究所合辦 紀念曾影帝女士粵劇藝術公開講作 之見下流程重拾任建輝的藝術身影 其經驗100年 2013紀念任建輝女士百年授臣 粵劇藝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新書發佈會 多謝大家的來臨 我忘記了一件事 我是今天的詩儀李少欣 希望多謝大家的支持 首先我們恭請大會主席 馮瑞倫博士為我們致歡迎詞 有請馮博士 會長王少安教授 各位嘉賓 各位先生女士 各位傳媒界的朋友 大家好 好 我今日的特標嘉賓還有李卓芬教授 陳志輝教授 還有祖話書高理智美麗先生等等 當然更加重要的是在座所有的眾多的飲迷 特別是任建輝研究計劃之友會的會員 大家在年尾的時候再次來臨香港理工大學 獎賞 陳志輝園三輝分的友會 任建輝研究計劃 主辦 北京小販大學 香港財大學聯合國社後 院中國文化人口所協辦的公開講座 正因為有大家的熱烈支持 和積極參與 所以我們2009年自從 月劇這一 聯合國世界非文化為慘之後 我們都辦了很多活動 但是全靠大家的熱烈支持和積極參與 當然也有所有的工作人員 武力臺前幕後 有很多義工的朋友幫手 也在會長王小岸教授的領導之下 有很多香港的其他的大學 社會各界團體 和所有的朋友的大力支持 我們研究計劃 在這段五年間 其實已經是舉辦了相當多的 老小閑二的雅族共享三代 和同關於飲姐的各種各樣的活動 其中包括大家 很多朋友都有參加過的參觀 聚餐 飲姐同唱粵劇 還有一首歌的戲譜 粵劇電影等等 也有粵劇資料的展覽 除此之外 2009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出了超過一千頁的論文集 有雙光碟的客 2009年的那一輯 標題是 長天樂彩下 任建輝的劇藝世界 到今年我們也有廣位報道 包括電台、電視台、報紙、雜誌、 戲曲、其刊等等有報道 在今年年初 就在這個場地 2013年紀念飲姐的 八年班神月劇藝術國際研討會的論文集 經過眾多的工作 包括編輯、編輯、出版等等 亦在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之下 今天大家已經開始見到 成果開始出現了 就是國際研討會的論文集 在今日同場 將會有新書發佈會 在講座方面 我們每年都有精彩的講座 邀請專家學者 今天也有朱小章博士 大衆欣博士的精彩現講 其他各種出版 包括有任典輝研究學報 創刊號 七期的任典輝研究計劃特刊 另外重印飲姐的自述文章的一本書 設計飲姐的紀念郵票 任典輝研究計劃網頁 各種的海報環幅等等 其實相當之多的 雖然短幾年我們工作都很多 所以其實也是在座所有的朋友 廣大的隱迷支持 我們才做到少少的工作 在今日要求出席講座和發佈會的 會友國際人士是非常之勇爛的 所以入場圈一早已經太曬了 所以令到有部份的朋友失望 我們深感抱怨 由於場地所限 將來其實我們希望 在西九文化區如果落成的話 我們會有更大的場地 可以舉辦更多的活動 令到廣大的飲禮 大家都可以參與 有資料指南 或者粵劇戲補的電影放映等等 我們希望做完象可以做到 大家逐共享 魯少恒的活動 將飲姐的精神 粵劇的藝術 在香港和國際 在大家的支持之下 我們更加的發揚光大 最後我敢代表大會所有 台前幕後工作人員 祝各位飲迷 身體健康 工作人員快 並且還要繼續出聲出力 支持我們努力辦好各樣的活動 好 我就講到這裡 今天時間很近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多謝馮少倫博士 接著的環節 就是我們的講座的時間開始了 我們首先 公請原香港大學 中文學院正教授 黃少汗教授 主持今天的講座 公請黃教授上台 主持今天的講座 好 容許我介紹一下 今天第一位為我們演講的講者 第一位為我們演講的講者 學者是朱少章博士 朱博士是著名的作家 是香港浸會大學 語文中心高級講師 他今天的講題是 任劍輝與蝕馬跪伯 有請朱少章博士 各位嘉賓 各位新舊的朋友 各位任劍輝研究計劃的成員 各位任劍輝之友的成員 各位先生 女士 早晨 我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 任者曾經與方彥芬女士 拍過一齣電影 叫做《一年一度現歸來》 我和內子曾經淨女士 在過去幾年 就真的是一年一度現歸來 是最少一年一度現歸來 有時是一年二度現歸來 目的只是有一個 就是參與研究和推廣 任者的粵劇藝術活動 今次返港都是為了參加這個活動 今年是任劍輝研究計劃 自2010年成立以來 第四次粵劇藝術公開講座 題目定得非常好 叫劍下流程 從實任劍輝的藝術身影 是由兩位專家主角 今年的講座有一個特別的目的 或者意義 是為了紀念一位飲迷 曾影帝女士而設的 當然在我在座之中 有很多人不認識曾影帝女士 其實在過去幾年以來 她一直跟我們同心同德 一起為了推動飲食藝術而努力 不過我們在香港 或者是中國其他的地方 而曾女士是在美國 曾女士至少喜歡看瑜伽 尤其是任白的瑜伽 而且她看任白在舞台上的表演 比我們很多人都多 原因就是她至少跟著家裡的工人 去戲院看戲 她比我們很多人都很幸運 因為她在1959年9月 曾經看過任白的 再世紅回忌的首頁 在當晚看完戲之後 她就回家 對她姐姐這樣說 她再世紅回忌非常好看 但當晚戲院 又有些混亂 好像有個人混到 叫十字車等等 現在我當然是知道 這位暈倒入醫院的人士 就是唐迪生先生 在過去幾年 曾影帝女士 一直在精神上 經費上 和其他行為上 支持我們的 任劍輝研究計劃 這一點呢 我是非常感動 非常感激 曾經大女士 自六十年代 已經去了美國讀書 讀中學 讀大學 做事 做生意 一直都很好 同時一直關心 粵劇的推廣活動 尤其是關於 飲食藝術的推廣活動 在美國 她認識了一大批 粵劇界的人士 其中最熟悉 最友好的 就是我們另外一位偶像 陳夫珠女士 珠姐 原本呢 朱姐呢 打算今天來 為曾經大女士 說幾句話 但是因為 排氣的關係呢 就無法自己脫身 所以呢 只要託我 向大家說一聲 對不起 那當然呢 是很可惜的 但是都無奈的事 曾經大女士 是一個很和諱 很活潑 而且很能蓋的人 她認為在美國 都不能夠 滿足發揮她的生意的 才能的機會 所以幾年前呢 就去墨西哥 進一步發展她的生意 可惜的就是 今年是六月 在墨西哥一次車禍 那就與世長次 是極不幸的事 也是這幾年來 我遇到最不開心的事 世事無常 好不好 我曾經寫過一首詩 是否悼念她 那首詩是這麼說的 《惡妄飛來自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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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與她相真逢逢之外 還可以見到飲者 更希望她可以對飲者說 在我這個俗世裡 仍然有千千萬萬的飲迷 還有一個叫做 《惡妄飛來自夢中》 《嵌生夜夜 horror》 《日雄夜夜夜》 不過可能在座座之中 有些人對兩位不太認識 所以我亦不然其煩講幾句 第一位我要介紹的是朱小張博士 朱博士是香港鎮會大學語文中心的高級講師 是著名的作家 曾經出版的書籍有二十多種 可以說是著作等身 實在不需要詳述 今天要講的題目是 任建廢與蝕馬跪伯 是很少人會講到 很少人有膽講的很精彩的題目 借助這個機會同時介紹為第二位講者 第二位是戴博士 戴博士是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的客助助理教授 專門研究音樂 是從音樂和唱歌上面去研究瑜伽 曾經寫過很多篇瑜伽的文章 從音樂和唱歌方面去談論的文章 都是非常堅實之作 他今天要講的題目就是 任建廢的唱肯藝術 現在我先請 朱樹張博士跟我們再一個演講 謝謝大家